2022年8月26日 在日本東京體育館所舉辦的2022世錦賽南丹八強賽 由32歲的台灣一哥周天成 迎戰的是24歲印尼雙雄之一的喬納坦 局數1比1來到決勝局 比數21比20周天成的賽末點 此刻是台灣羽潭史上 乃至世錦賽史上最不可思議的時刻之一 不只是周天成即將拿下台灣本土南丹第一面世錦賽獎牌 更是從15比20的決境之下連拿6分來到此刻 在過去的15年生涯中 周天成面臨過體育署的看衰 教練團拋下他先行回國 主審的嚴重誤判等等的挑戰 更是一度有生命的危險 這些都被周天成一一夸過 如今過去四度世錦賽八強的魔咒 即將在此刻被破解 然而這些故事的背後的血與淚 早已被時間所掩埋 要了解所有的故事 我們需要恢復歷史 周天成於1990年在台北出生 小時候他的父母為了給他伸展肢體 頒跑跳躍的機會而讓周天成開始接觸與球 周天成逐漸展到頭角 升上甲組的三年後2009年成功在甲組的排名賽奪冠 讓周天成拿到夢寐以求的2010廣州亞運的資格 第一次為國爭光的周天成就殺進了八強 憑了台灣歷史最佳 20歲的周天成當時前途一片光明 目標放在2012年的倫敦奧運 卻在2011賽季發揮糟糕無比 可謂是毫無進步 18次國際賽有17次倒在16強或以下 排名停滯在55名五元奧運 當時他深感迷惘 甚至在隊內的訓練賽一度連女生都打不贏 幸好周天成遇到改變他一生的貴人 物理治療師高敏山 高敏山帶來了有比於傳統訓練方式的運動科學訓練 這個轉變讓周天成迎來生涯第一座大獎賽的冠軍 22歲的周天成終於在世界羽壇上站穩了腳跟 而在這個時候卻發生一件危及周天成生命的事件 2013年4月份周天成準備參加印度超級賽 開賽前三天卻突然感染急性的盲腸炎 打完比賽後急忙回國治療 情況嚴重到必須立刻開刀 神奇的是盲腸周圍有一顆膿包 讓體液沒有流出來引發更嚴重的兵發症 周天成撿回一條命後 覺得他能撿回這條命是上天的安排 也因此在康復後決定受洗成為基督徒 周天成康復之後 時間來到2013年試錦賽 23歲的周天成終於站上了世界最頂尖的舞台 雖然比起各國的天才們比起來不算年輕 周天成也在32強就被種子選手Jorgensen給淘汰了 但至少是個好個開始 然而好景不長 2013年年底世界排名第18名的周天成 因為體育署經費問題而喪失補助 這對於每次比賽都要出國的周天成來講 是個致命的打擊 所幸永元基金會願意贊助才解決 但尷尬的是周天成才剛拿到贊助 就發生連續10場比賽首輪淘汰的情況 周天成終於明白 越想贏球越放不開的道理 他決定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剩下的就交給神來安排 用信仰來幫助自己走出難關 調整好心理狀態的周天成打破低潮 先是在美國黃金大獎賽拿下亞軍 之後的2014年世錦賽更是殺進八強 創造生涯最佳 可惜兩局敗給了安塞隆 無緣世紀賽獎牌 不過周天成的狀態明顯提升 兩個月後的法國超級賽上 周天成連續復仇了Jorgensen 復仇了安塞隆 逆轉了Tommy Sugiotto 生涯首次也是台灣首位男單 打進超級賽的決賽 他面對到的是世界排名第七名的 中國選手王真明 這場比賽發生了著名的 教練先行回國事件 在這場歷史性的決賽場上 周天成孤軍奮戰 背後只有Chinese Taipei的字 卻沒有Chinese Taipei的人 原來是因為其他台灣選手早已出局 國家隊的教練 因此跟其他選手先行搭機回國 周天成獨自背負著龐大的壓力 面對世界最頂尖的 中國選手王真明 創造了歷史 他已經成功了 這就是一個比賽 他已經成功了 他已經成功了 和無敵的 Chel Tian Chen 周天成高舉雙手 他彷彿自己也不敢相信他奪冠了 這個冠軍也讓他的排名衝到第八名 生涯首度闖進世界前十 身為非種子選手的他 一路上擊敗了大會第二號 四號 五號 八號種子國冠 在一個禮拜之後的 畢特伯格黃金大獎賽上 更是完成了三連發 拿下恐怖的十四連勝的夾擊 是周天成孫雅早期最具象徵意義的一刻 2015年台北公開賽 周天成在湘辛富老面前 擊敗了大魔王林丹 闖進決賽 是台灣史上第一位 打贏林丹的選手 他打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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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決賽輸給了十任世界第一的 成龍曲居銀牌 但是在隔年的2016台北公開賽 成功奪冠 成為17年來第一位首部主場奪冠的 台灣男單選手 他打贏了 周天琴 並且在2017年也成功衛冕 從崛起的2014年到2018年 周天成的成績不錯 排名也始終維持在第五名左右 雅雅雅雅在中旬比賽例如超級500賽奪冠不少 但到頂級比賽例如超級1000賽就只能進四強 四景賽跟奧運都是八強 顯示出周天成跟頂尖還是差那麼一點點 在林丹與李宗偉相繼彈出球場 日本新球王陶天仙鬥正式登頂的情況下 周天成也終於完成了蛻變 在2019年印尼1000公開賽 打出了生涯代表作 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位 殺盡1000等級決賽的男單選手 周天成拿下第一局之後 第二局17比17平手出現了戲劇性的螢幕 安東森遲拍想要阻擋球過往 就算是犯規也是安東森拍子過往犯規 但是裁判卻判周天成妨礙擊球 明明周天成的拍子離往這麼遠 也沒有碰到安東森的球拍 球甚至掉在了安東森的場地上 這個誤判真的太誇張了 隨後周天成連拿兩分 本來應該是20比17的比數 現在卻是19比18 後來雙方僵持在20平 但如果誤判不成立的話 周天成已經以21比19 捧著冠軍獎盃了 結果安東森最後以26比24 把戰局拖入到了決勝局 讓這場早該結束的比賽回到了原點 好在周天成頂住的壓力 以21比15拿下台灣南丹史上的第一座 超級一千賽的冠軍獎盃 雙方筋疲力盡一起倒在了球場上 淨顯運動家精神的擁抱 與一起走過風風雨雨的貴人高明山 相湧在淚水之中 這座冠軍對周天成的意義太重要了 而隨後周天成在泰國超級500賽的決賽中 面對香港選手伍佳朗 年舊四個賽末點逆轉奪冠 也讓他首次來到世界排名第二的位置 是台灣南丹史上最高的排名 中心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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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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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2020年,疫情爆發 讓年滿30歲的周滇城不得不再等一年才能打奧運 結果偏偏在出發去東京之前,腳踝受傷了 最後在八強賽輸給了衛冕金牌,成龍 第二度在奧運止步八強 這裡就不得不提一下周滇城的大賽八強魔咒 跟戴智英一樣,周滇城也始終無法突破市井賽八強跟奧運八強 在突破魔咒以前,戴智英生涯八度參賽,五次市井賽八強,兩度奧運十六強 而周滇城則是九度參賽,四度市井賽八強,兩度奧運八強 所幸戴智英在東京奧運打破了魔咒,拿下了銀牌 林洋沛更是奪下奧運金牌,創造歷史 而31歲的周滇城,依然倒在了八強 此刻,大家對周滇城衝擊大賽獎牌已漸漸失去信心 下一屆巴黎奧運是2024年,屆時老天已經34歲了 不說奪牌,連參賽資格都不一定拿得到 就算是明年2022市井賽也充滿著未知數 沒有人知道2022年的周滇城還能否保持戰力 也沒有人知道32歲的周滇城會不會衰退 而周滇城即將在2022市井賽上打破所有質疑 再次創造台灣南大的歷史 2022賽季的周滇城,證明自己還能打 年初的拳一千賽殺進四強 5月的湯姆斯杯三戰全勝 率領台灣以小組第一晉級八強 是對時第一次小組第一晉級 6月的印尼500賽四強跟洛堅佑上演了經典廝殺 靠著後段突然改變打法加速變奏 加上洛堅佑的關鍵失誤 殺進2020賽季的第一個決賽 周滇城的首冠還是在7月份的台北公開賽 擊敗崛起新星奈良剛工大把冠軍留在台灣 也是台北賽史第四冠史上最多 到了8月份的市井賽 周滇城連過三關之後 來到生涯第五度市井賽八強 面對到的是印尼雙雄之一的強阿坦 周滇城跟強阿坦的淵源深厚 24歲的強阿坦相比32歲的周滇城 是後期之秀 在很久以前的一場印尼與球聯賽上 他遇到剛出道不久的強阿坦 當時周滇城在國際賽場上已經小有名氣 在擊敗強阿坦之後 周滇城驕傲的對強阿坦說 我在我這個level等你 周滇城一位前輩之居 卻不料強阿坦的成績突飛猛進 很快就追上了周滇城 甚至正面擊敗了這位曾經的前輩 每次在國際賽場上遇到強阿坦 周滇城心中都會浮現那句驕傲的話 那心中的疙瘩讓周滇城面對強阿坦 吞下了五連敗 包括在2018年亞運會的決賽 強阿坦在亞加達主場 擊敗了周滇城拿下了金牌 被強阿坦超越了周滇城 尋求上帝的幫忙 他認知到如果無法放下心魔就無法前進 於是周滇城在賽後鼓起勇氣跟強阿坦說 我跟你講 你現在已經超越我了 是換我要來跟你學習了 周滇城放下身段 重新回到一個挑戰者的姿態 換他來衝擊更強的強阿坦 這也讓周滇城在隨後的四次交手中 拿下三勝 包括年初全英一千賽八強兩局碾壓 證明自己已經突破對戰強阿坦的心魔 前往攀登下一座高山 這座高山就是市井賽八強的魔咒 2022年的市井賽場地風向算是蠻大的 是從畫面的上方往下方吹 右邊往左邊吹 雙方的博弈跟戰術也圍繞著風向來做策劃 開賽首局周滇城在順風場 因此起跳不能太深 不然會被風吹出界 無論是副場拉掉還是前場起跳都偏淺 讓喬阿坦大互換的時候都是在雙打線內挑殺 縱使周滇城的防守是一流水準 也扛不住正直體能巔峰的喬阿坦伶力的進攻 第二局的場面互換變成喬阿坦不敢打太深 而周滇城也知道喬阿坦不想打底線的心態 反而在往前積極抓他的小球隨時準備撲望 在往前攻防上佔據著絕對的優勢 同時在後場的攻防上也漸漸扳回了烈士 一來是周滇城在逆風場 高遠球可以推得更深 讓喬阿坦沒有太多的跳殺機會 反而以軟壓跟拉掉取代 形成多拍來回的局面 而在穩定性上 周滇城有著經驗上的優勢 讓喬阿坦在多拍來回下 要嘛自己主動失誤 要嘛被周滇城找到防守反擊的機會丟分 周滇城也因此扳回一城 脫入到了決勝局 前兩局的比分差距都偏大 也說明了風向的影響力有多大 決勝局的上半場 周滇城來到場列方就很關鍵了 只要差距不要太大 下半場很容易靠著風向優勢一舉力轉 而周滇城完美做到了 上半場以9比11只落後2分 喬阿坦開局連續三次的失誤很關鍵 再加上周滇城突然的中場加壓 連拿2分打穿了喬阿坦 但半場之一9比11只落後2分 然而下半場風雲變色 來到場優方的周滇城沒有照著劇本走一舉力轉比賽 反而從9比10的1分落後 變成10比17的7分落後 過程中周滇城連續發生5次的要命失誤 不只是把喬阿坦送到終點線前面 更關鍵的是 在此之前 周滇城的防守反擊的打法的核心 就是穩定性跟防守能力 但此刻 周滇城的體力下滑 不只扣殺軟綿綿 威脅不了喬阿坦 連最依賴的穩定性都喪失掉了 在比賽的最末段 他必須找出新的打法來完成力轉 絕境之下 周滇城拋棄了拉掉跟防守 拋棄了所有慢節奏的打法 轉而打中場加壓 往前放短跟後場跳殺的快節奏打法 如此快節奏的攻防戰 對於體能劇烈下滑的周滇城來講 可以說是殊死一活了 他其實就是在賭 喬阿坦的體力會比他更快的消耗殆盡 其實喬阿坦的皮態早有線索可循 例如在11比9這一分 此前喬阿坦的扣殺都是雙腳起跳的重殺 但是從11比9開始 他的跳躍就明顯減少 甚至出現這種無起跳的扣殺 又例如13比9這一分 明明小天率先起跳 但喬阿坦竟然沒有追擊 反而把扣殺拳交給小天 都顯示出喬阿坦的體能也不多了 周滇城就是在賭 他會比喬阿坦更持久 但快節奏下的高輸入率 也讓喬阿坦來到20比輸入的散步點 第一分小天貫徹戰術 再次用中場僵持打穿 第二分則是中場僵持後的放短 幸運擦網球得分 13分喬阿坦終於改變球路 再往前平凡起跳後場 喬阿坦寧願讓小天殺 也不要再打中天場了 而他的戰術也的確奏效 在來回拉扯中 喬阿坦找到了扣殺機會 第一次不夠刁鑽 被小天守住 第二次喬阿坦更極限 卻失誤出界收場 喬阿坦雙手不吸 是體力耗盡的訊號 而此後他也因為綁鞋帶拖時間 被罰了一張黃牌 在喬阿坦體力不足的前提下 判斷力自然會下降 他也把希望寄託在周天城的失誤上 丟掉了第四分 最後一個散步點 周天城再次靠著中場對抽的優勢 突破喬阿坦的防守 從6比10 7比10 13比18 15比20 到19比20這五分 我們都能看得出來 周天城在中場對抽 碾壓了喬阿坦 而這其中的關鍵 就是雙方的意識 以13比18為例 周天城在中場的拿球點不算高 只能前壓而不能下壓 如果喬阿坦在這瞬間有意識到這一點的話 就可以提前蹲下 採取防守動作 可惜他沒有及時意識到這一點 而19比20這一分 周天城反拍打高了 在這一個瞬間 周天城就意識到 喬阿坦有可能會壓後場 所以他在喬阿坦碰到球之前 先把身體回正 再做一個小跳步 把雙腳打開 重心壓低 準備好接住任何喬阿坦的推壓 這就是意識的差距 包括對球路的預判 跟瞬間反應能力 都是周天城在經歷了 無數戰役跟練習的汗水中 磨練出來的 也讓周天城守住了 關鍵的第五個賽末點 把比賽拉回原點 此刻 喬阿坦也決定輸死一波了 用盡全力的扣殺 卻被小天守住 隨後小天用多次軟壓 多會主動 周天城在體能不計 無法中殺得分的限制下 利用殺切變化的節奏差 抓到強阿坦的過渡球太減的破綻 一舉殺穿連拿第六分 至此我們終於來到影片開頭這一刻 在過去的15年中 周天城經歷了無數的挑戰 對內賽打不贏女生 體育署的看衰 盲腸炎的危機 在法國的孤軍奔戰 在印尼的主省武盤 東奧前的受傷 大賽的八強魔咒 對喬阿坦的驕傲 別人對他的年紀跟體能的質疑等等 這些都被周天城一一跨過 並創下了無數的尾業 南丹史上第一座超級賽冠軍 第一座一千賽的冠軍 如今 32歲的周天城 終於在第十屆的世界最高殿堂 在15比20的絕境之下 完成不可思議的逆轉秀 即將迎來台灣本土南丹史上第一面 市集賽的獎牌 好了 我們終於到了 歡迎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終於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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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最後一球其實非常的戲劇性 倒數第二拍周天城的接殺本來要出界 但場地的側風把球吹了回來 造成喬阿坦的猶豫 給了周天城第二次扣殺的機會 但我相信更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這個接殺的瞬間 周天城的球拍打到了地板 拍框當場斷了 當時的周天城有聽到聲音 但他也不管了 最後一球直接殺了下去 獻祭了這把跟了他五年的球拍 換回了一面市集賽的銅牌 周天城 周天城在23歲才戰為雨潭 而2023年的世界冠軍 昆拉伍特才22歲 周天城他從來就不是最有天分的選手 比進攻比不過安塞龍 比防守比不過成龍 比控場比不過陶天玄鬥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周天城在他最巔峰的時期 就是打不過這三個怪物 然而這些都無法阻止周天城繼續前進的心 日不一日的練習 就是為了在場上表現出最好的一面 以平庸的天賦 加上刻苦耐勞的心態 去挑戰全世界的天才 可以說他把一生都奉獻給了羽毛球 即使在場外 周天城也積極培育台灣的羽球基層 不管是偏鄉地區還是離島 周天城也會把本來就不多的空餘時間 獻給這些小孩子們 甚至這些活動有些還是周天城自掏腰包 毛遂自見打電話過去 就是希望能夠推廣羽毛球 無論是富裕還是貧窮 無論是城市還是偏鄉 健康還是患上罕見疾病的小孩子 都能夠有機會健康地打羽毛球 他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 在有好成績 有影響力的時候就要去回饋 趁自己還有影響力的時候 多做公益才能夠影響更多人 能夠給予真的很開心 周天城可能永遠都不會是世界冠軍 他沒有試錦賽金牌 也沒有奧運會金牌 甚至連一個禮拜的世界第一 都不曾碰到過 但是他對羽毛球的熱愛 對偏鄉與弱勢族群的貢獻 毫無疑問是整個社會的標杆 即使他總有一天會退役會衰退 即使他總有一天會被後期之秀超越 周天城也永遠會是我心目中的 台灣一哥 謝謝大家見到我 TJ我是KC我們下次再見 Peace out